嗨!我是姊夫 大家好 三夜到五月是商盛盛產的季節 每年這個時候 姊夫都會熬一些商盛果醬 自己熬呢 可以調整自己喜歡的口味 早上大麵包 中午做沙拉 下午還可以泡個水果茶 接下來就跟著姊夫 一起享受最大自然的恩赐吧 這可是季節限定喔 首先我們先把商盛整理一下 因為商盛有很豐富的花錢樹 我們可以先戴個手套 戴我們的手就不會黑黑了 那我們現在也要把這個比較硬的梗 把它剪掉 這個比較硬的梗 會影響到我們的口感 所以說我們盡量要把它可以剪掉 上色跟一般的梅果一樣 它非常的脆弱 那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現在就把它動作放輕 比較把它弄過 像這個低頭 像這個 把它剪掉 好了 這個孤照的部分淋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讓它洗一下 我們盡量不要擠壓它 像這樣子抖動 放東西就會沉到下面去 好 我們再換一次水 抖一下抖一下 這種梅果類相當的脆弱 那我們在清洗的時候 也要加倍的溫柔 好 好 水關掉 我們就換到第三次水 這樣就差不多了 讓它稍微的瀝乾一下水分 現在我們燒了一個白鐵鍋 我們最好選擇不鏽鋼的鍋子 盡量不要用鐵鍋 例如像鑄鐵鍋這類的 因為蒼盛有很豐富的果酸 待會我們也要放檸檬汁 酸心的材料會融解鐵鍋表面的物質 對於風味、對於健康會有影響 我們在熬煮有酸心物質食材的時候 要盡量避免使用鐵製的鍋具 就是糖 放點檸檬汁 放點檸檬汁 這是麥芽糖 加點麥芽糖 加點麥芽糖 可以增加它的濃度 酸心物質食材 蒼盛果醬 我們現在要濃縮 那趁這時候 我們來消毒 待會我們要裝著容器 煮一鍋水 把容器放到水裡面 稍微煮一下 蓋子也要 煮中 手感 幫忙 哩 製你 好 像这样看,看起来差不多咯 酱汁已经开始有浓稠感觉了 这样把它甩干就可以了 趁容器还是热的时候,就把它点进去 大概9分满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之后,倒放,它就会成真空状态 我相信,我试给你看 有没有 好了,锅子这些当然不能浪费 再开水 好,好干净了 那就是上盛茶 哦,刚刚好 哦,好干净了 可以了 最后,这个酱子 不会很甜 还有果粒 真不错 一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 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 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拜拜